扣扣早餐 Today's special 扣人心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说我太苦了 停停听你哭 未来的希望 你的人生路 我不是一个人 因为买乱就 你甘心的想念 说来背景 你爱不是我这款 好 在这首名歌声当中 我们非常谢谢 在现场的 独立唱片制作人 他也是一个 独立的演唱的歌手 是陈秋山 秋山你早 靠姐早 非常谢谢你 你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首歌好吗 这首歌叫做 是我们的爱都一样 是一首台语歌 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爱都一样 那英文呢 我们把它翻译成 Love without discrimination 就是无歧视的爱 那这首歌是我的新专辑 叫做走唱人间里面的第一首歌曲 那这首歌 他一开始 作词的人叫陈正亮 那他写这首歌呢 是针对就是同志的感情立场写的这样子 好 我想记得陈秋山自己是初会的同志是 好 这个公投结果让你们很相信吗 我觉得对 是有一点点小小的 还好吧 因为还是有专法 还是有大把关会议的解释 而且有三百多万人的支持 这样子 我自己是还好 大家持续努力 对 持续努力 好 那这个走唱人间 这个讲的现在的这首歌 这是同志之情 那中间我们听到的是旋律的 和平跟歌声里有一点温馨 但他不是非常的快乐 但是他好像也没有悲伤 对 就是他 因为这首歌的三段歌词呢 讲的就是一个同志的生命历程 第一个就是说他可能爱上的 他不会爱他的人 那另外第二段就写他跟那个父母的关系 就是因为害怕父母没办法接受他 所以他就离乡背井十几年 这样子 那第三段就讲说他后来就是 接受自己的兴趣向 然后就是整个比较坦人的去面对这个世界 这样子 你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歌词吗 可以 用台语 用台语 好 第一段就是说想要对你说 想要跟你讲 对不起 不敢对你说 不敢跟你讲 就是说我爱的没想象 我爱的不一样 我爱的不一样 对对对 OK 这个变成那个 这个会变成一首出轨的圣歌 我不确定 但是 出轨 我不想出轨 出轨嘛 对不对 对对对对 如果任何的不管男性或女性 他是这个性向是属于同事的 他如果要告白他自己的话 他就把这首歌放给他爸妈妈听就好了 对对对对 可以朋友听 然后其实这首歌他也蛮适合 就是说 公娃太狗郎 好难过 但是不会 下面歌词应该比较这个正面吧 对对对对对 就是说后来就是他跟 他就因为他怕爸爸妈妈没办法接受他 所以他理想背景 然后流浪十几年这样子 但是他觉得因为不需要父母去承担他的可能社会的眼光 所以他也自己活得很轻松 那其实那个轻松本身还是有一点点就是反的话 其实他自己内心也是有一点点就失望 觉得他其实还是蛮想让父母可以知道这样子 那第三段的话就是他坦然的面对自己 然后影响这个社会 所以他觉得任何一种爱呢 都是不需要去分谁跟谁这样子 所以他觉得他这一辈子也活得很美丽 嗯 这首歌在市场上的反应如何 因为我们是独立制作所以 但是就是说听过这首 你在这就不商放的 有有有 听听过的朋友都还蛮喜欢 这样子 对对 你这个唱歌 然后做做这个音乐 是 或者是说在餐厅里面有一些演出吗 有多久的时间了 我自己 我现在是一个全职的瑜伽老师 那我二十几岁 我二十 我中段创作大概二十几年的时间 那我二十几岁的时候是在民歌系餐厅唱歌 哦 牧传那时候的牧传这样子 嗯 跟肖静腾一样 肖静腾是比较 他比你年轻一点 他比我年轻好好多 OK 还好你看起来没差很多 哈哈 肖静腾 那是 但我现在我现在是没有在餐厅做唱 但是因为今年五月发片之后 有在就是陆陆续续去去举办一些小型的说唱会 那因为我们的专辑呢是透过募资 有一半的制作费用是募资来的 哦是 嗯 那所以呃 发行之后就要去呃回馈 因为有人募资 有人赞助 哦你就要把它做成的CD CD送他们 或是他们有赞助小型说唱会 我们就去发表给他们听这样子 是 所以你的这个呃 嗯 走唱人间 呃 为什么会标志自己是一个新的民歌呢 因为我自己过去是民歌手 嗯 都是走唱的生涯 对 在牧传应该就是 就不同的餐厅 对 嗯 那这张专辑里面有好呃 有好几首歌都跟社会议题有关系 嗯 刚刚听的第一首歌是跟性别 啊 就是呃 同性恋的恋情 嗯 那这样这里面也有就是异性恋的恋情 那还有就是空气污染的问题 嗯 嗯 或者是那个云林麦聊 嗯 就是受六亲的那个污染影响的学童 嗯 嗯 嗯 对错分校 通常在比较这个需要市场支持 或说这个比较有演绎的价值的时候 他都会有一个很有张力的不一样的这个表现方式 那你的表现方式是什么 或说阿亮的表现方式是如何呢 嗯 阿亮的词基本上就是很写实 嗯 很写实 然后但因为是歌曲嘛 所以那个情绪的部分有时候是由曲来反映 是是 所以那我们这张专辑里面 比较有情绪张力的应该是第二首歌 就是俗密 在讲的是劳动的一体 嗯 它就讲劳工的储境 俗美 俗密 俗密 俗 就是便宜货 哦哦哦哦 便宜的东西 很便宜的东西 我刚以为讲一个劳工的名字 哈哈哈 便宜货 嗯 我们进广告之后来听便宜货讲的是什么 嗯 陈秋山 他在走唱人间 嗯 这张专辑 其实背后的议题很沉重啊 嗯 可是可能你学瑜伽学久了 看起来就很轻盈的样子 面对这种议题的 像这样的一个态度 恐怕就是对人生跟啊 这个人间的观察已经非常深入又反馈了 对不对 好的 我们等一下马上回来 好 来听听看便宜货 欢迎收听 Coco早餐 咱们 安逸 我只是您心中的宿命 昏我出事 無感到金湯匙 做一樣的工作 受真吉時 醉是醉我 隆無為地 醉是醉我 隆無為地 由陳正亮先生作詞 非常知名他的寫詞 陳秋山作曲的《小蜜》 《俗物》 他的詞寫得真好 但是先有詞還是先有你的詞 我們的創作都是先有詞 其實我重新創作 其實是一個很偶然的機會 因為我在阿亮擔任秘書長的工會教育家 我前面教育家 然後知道他會寫詞 然後開始幫他補曲 會寫台語詞更困難對不對 對 不過因為他是一個用台語思考的人 所以台語就是他上公共電視講台語都可以很流利的 不管是公領域或私領域 他的台語都非常流利 所以對他來講 不困難 但是他的文筆真的是好 木吉他編曲也是你自己編的嗎 編曲是別人編的 彭書語 那吉他演奏咧 吉他也是書語 好 這裡面只有爵士鼓跟吉他 對 還有電吉他這樣子 其實所以你這張專輯歌詞其實也很重要 歌詞非常重要 這樣好嗎 就是對於演唱者來講 對於一首音樂曲子來講 到底是歌詞比較吸引人好 還是歌曲比較吸引人好 我們怎麼去欣賞 詞跟曲的不同的 他的特色跟他所傳遞的訊息咧 就我們這張專輯來講 我覺得詞會很重要的原因是因為 首先就是因為有這些詞 所以他激發了我創作一些曲的靈感 那當然我原本就會普曲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是說 因為這些東西都是很重要的 創作者他本身所經歷過的社會事件 跟他的生活體驗這樣子 那所以這些歌詞 基本上都是有一些很清楚要表達的理念 對 所以我覺得在這張專輯裡面 其實歌詞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可以跟我們再講一段嗎 這個歌詞的第一段 你說小蜜嗎 對啊 你們畫來就來 畫去就去 我口鼻是 免死的 免死的免死 倫金親妞 嫁小班儀 我只是你們心中的兄弟 講的就是資方看勞方嗎 對對對 所以說這首歌他就是一個 等於說勞方他自己自己 自解嘲的一種方式 你的歌聲好像天生就是來替弱勢 來這個呼喊呐喊的感覺呢 可能也跟我自己的生長背景 我也是來自一個勞工的家庭 然後我自己過去在海外的工作經驗 也都是跟這些在社會比較底層 你在哪裡工作 我在柬埔寨跟泰國 我想到了 當然很多人也都知道這個 弱勢的地方的柬埔寨跟泰國 你是在金三角那裡嗎 沒有 我是在就是 柬埔寨跟泰國的邊界 喔 OK 你是去做教育工作還是做 我們是做教育 但是我們針對的是流浪兒童 當地人 叫他們語言嗎 就是說因為流浪兒童 所以他很多的社會的需求 所以可能我們提供了教育 然後提供了收容 醫療 還有社區發展的方案這樣 OK 好 所以再回來再重新作曲 那你的這個曲子跟你 剛開始出道的時候 在這個餐廳演唱 有什麼不一樣 你那時候一開始出道的時候 那是台灣的民歌非常非常非常 非常非常非常流行 所有的歌手都要從民客起家 對不對 那那個時候其實是比較清新吧 那那時候也有華語的流行歌曲 其實是最最新生的時候 那我覺得我現在再回來 我覺得我的曲風還是可以看得到那個年代的感覺 但是因為有詞 有詞對我的刺激 所以又會有一些新的感受 那個時候我覺得大家比較唱未來 會不會 然後 當然我們記得還是奇遇的橄欖樹 他的歌聲非常的遙遠 非常的天空 那大家所看到的是 台灣的未來一片榮景 雖然我們當時的環境 這個經濟上都還帶開發 可是現在不一樣 現在是赤裸裸的一些題目都還沒有解決 那你的這個 走唱人間的 這張專輯裡面所講的議題 其實數十年來都在台灣社會 都在世界上 它永遠沒有辦法解決耶 這確實是一個難題 是不是這樣 但是就是說透過音樂或者是歌詞 它可以讓我們更清楚的來看到這件事情 或者是說這些事情其實跟我們息息相關 然後音樂有一種符慰人心的效果 當然就是剛才我們只要念這個歌詞的部分 就已經非常的能夠有回應了 你剛剛講的那個 我們兩個人不是講過的空氣污染嗎 是 空氣污染是哪一首啊 第四首 第四首 剛剛開玩笑說 空氣污染是 一開始就 喘不過進來了 好空氣污染是怎麼唱的 第四首來 我們聽聽看空氣污染這一首 這邊要怎麼說 如此這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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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許錯分效千效 那這也是阿亮他所寫的 然後你怎麼你看了這些詞 你從一個我們只有一分多鐘了 你從一個這個作曲的角色 你是先把這些詞讀完了 然後呢 消化吸收之後 台語台語有一個它有很特別的韵 所以阿亮的詞我拿到我就會唸 唸 有時候唸著唸著曲調就出來了 是啊 可是音樂其實就是 Doremi Fasola 是都組合出來的 對不對 那你怎麼讓它組合 我的意思就是說 像這樣的曲子 它主調會是什麼 會是Doremi Fasola 這個 或者是說 它一定有一種 一種Pattern 對啊 那什麼樣的Pattern 我其實還是會主要 譬如說 如初 如初 這般 這般 我唸著唸著就是 如初 如初 就好像在 把這件事情說出來 微微道來的感覺 就是台語本身美麗的地方 所以Melody就會出現了 對 它有它的韵 所以在鋼琴上就出來了 對 很自然 非常謝謝這個陳秋山 可以跟我們這些外行人 這麼的這個 耐心的講述 你的作曲 《走唱人間》 它不只是音樂 它恐怕也是 也是就是新生嘛 恭喜你 謝謝 高姐 也希望你一切順利 謝謝 在台灣要做一個 要做一個 跟社會對話的同志 其實在全世界各地 台灣還是一個幸福的地方 謝謝 也謝謝你們 給台灣社會 這麼多元的思考 這麼好的一張專輯 謝謝 高姐 真的很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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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唱人間我們介紹給大家 我們今天 在這首歌曲當中 最後 如此這般 可以請秋山 你一邊從你的歌聲當中 把這首歌曲 講給我們聽嗎 這首歌呢 它寫的就是 麥寮那個地方 許錯分校 見校的過程這樣子 那因為在整個 台灣的發展過程當中 其實很多人 和這些孩子一樣 是不得不理相背景 嗯 因為可能他們為了生存 是 那所以我們 幾乎我們每個人 都是雲林的孩子 乳醋 乳醋 這般 這般 很多的問題 都可以用這八個字 來形容